大家好 我是亚利克斯伊扎特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与我连线的是One26公司的CEO马歇尔皮特 他将为我们带来一周预测 马歇尔本周有什么会影响市场 目前美国和欧洲人还在庆祝市场没有太大的缩减 但在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全部回归之后 市场可能又会返回到之前的情况 同时欧洲正在发生的事件也非常值得关注 欧洲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继续 您认为这是否会导致经济的恶化呢 我认为在欧洲和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将影响全球经济 人们开始对潜在的后果做出各种预测 这已经包含到市场价格内 此外我认为 我们将会看到市场内更多的负面修正 您对本周即将举行的欧洲央行会议有何预测 我认为欧洲央行会试图刺激经济增长 欧元区经济并不具有好的经济指标 所以欧央行会尽力地去刺激经济 如果不这样做 欧洲更是雪上加霜 还有其他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的吗 市场应该会期待欧洲央行做出一些重要的声明 在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市场内充满着紧张的气氛 如果经济不能平衡 市场价格会再次下跌 美国的情况超过所有人的预期 欧洲央行必须要满足和刺激经济增长 有没有一些货币队的汇率变动会很大 是的 我认为美元对欧元会走强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表现 要远远好于欧洲 但最大的波动可能会是美元对澳元的走强 马歇尔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各位观众更多市场的经济事件和详细分析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